各位好,今天是2020年7月11号,星期六 我们今天接着讲刘文典 就是被称为民国第一狂人的刘文典 刚才前面讲的时候呢,突然被这个电话打断 所以我现在接着讲 这个在2019年的1月份 也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有一个叫刘鱼鱼,愚蠢的鱼啊 两个鱼,这个人呢 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历史》 这是当时国内的一些栏目啊 那么他呢,就是 我看网上的资料里边 大多数都是把刘文典这个人呢 当做一个狂傲的大学问家来进行保养的 特别是赞赏他的那种骨气 敢当面的顶撞 讲主席,就是讲中正 但是呢,有一篇文章 似乎对他是进行了非常明显的贬低 这篇文章呢,在很多 在中国的各大网站几乎都被转载过 叫刘文鼎到底是大师还是败类 何以说他的三大事迹都是谣言 所以呢,像这样的文章不多见 我觉得也可以不妨去参考引用一下 在这文章很长 我不可能说面面俱到都提到 但是呢,我讲就是说 从学问上来讲 他专门评点了一下这个刘文典的学问 说这个刘文典在民国的学术圈 是新旧两派都不怎么喜欢的人物 论学问,他备受吴秘 王树敏等人的批评 他的代表作装子补正 被傅斯年指持为无穷错误 认为学术水准不高 谈到为人的话 说当时有很多人都鄙夷他 文一多,冯友兰都把他视为败类 但是想一想 文一多和冯友兰都是带有左翼色彩的人 当然你说冯友兰是后来变成左翼的 就是在文革时代比较卑躬虚昔的那种 那么还有呢 就是有王栗 就是北大原来中文系的教授 写过古代汉语教科书 这样的一个王栗 古代汉语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著作吧 那么还有一个叫张忠行 以前也是有过很深的 应该说这个当年读书的时候 还是算是不错的一个学生 才子后来还写了很多的文字 尤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还有这个九十年代都还算是一个名人 他们的一些回忆文字里边 就提到了1943年西南联大 一致通过决议解聘刘文典事件 所以呢认为这个解聘呢 是一个总爆发 是当时大家对他 对这个人呢有很多的非议 他说现在呢 好像大家都是捧刘文典 把这个人捧得很高 这个渲染吹捧 无中生有反复翻炒 所以成为国学大师 成为民国第一狂徒 那么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不服气啊 他说我能找出很多的资料来说 就是把他的光环给他去除 那么一个是脚踢蒋介石这样一个事件 他认为是假的 这一点呢我们其实也这个有过一些资料来互相比对的话 觉得好像真实性的确不是那么高 他这里边提到了张太炎怒骂袁世凯 胡适之 这个翘脚 或讲这个翘起腿来跟蒋公同坐 表示对这种权势的一种不屑 梁树民公然不认错 跟毛泽东当面争论 然后呢就说刘文典跟这个蒋介石 不但是互相拍桌怒骂 甚至还拳脚相加 这是后来渲染的那一部分 所以这四件事差不多 他认为是民国粉最津津乐道的 但是呢他认为打过蒋先生 差点把老蒋下身踢碎 这都是瞎扯 最真实的证据来自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 脚踢蒋介石戏演绎 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这篇文章 说这个文章呢 这个我们就不想再花时间去叙述了 就是简单的说 就是当时是1928年11月23号 也就是1928年的11月底 当时呢安徽大学学生 跟隔壁的女子大学学生 发生了冲突 蒋介石呢刚好视察安庆 听说以后就找到了两校的校长 就是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 和女校的校长陈敏问这个情况 刘文典到会之后说 这个事情有黑幕 不是像表面那么简单 不愿意合作 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学生 结果让蒋介石非常的生气 就赤他为新学法 而刘文典回骂是新军法 然后就被扣押 后来经过安徽人胡适 另外据说还有蔡元培啊 还有这个陈立福啊 等人疏通 刘文典最后被释放 所以呢这个事情他认为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依据 就不用说了 而且他讲到了说 刘文典这个人是个两面派 他什么意思呢 他说当年如果那么狂傲 那为什么到了蒋介石六十大寿的时候 又专门写了一篇贺寿的文章呢 这个其实刘文典在晚年曾经有所交代 他在被批判的时候 作为自我批判的内容提到 他说我看不起蒋介石 他是流氓出身 但是呢 到了他六十大寿的时候 当时云南省主席卢汉 请这个刘文典给蒋介石写一篇寿序 实际上就是贺寿的意思 他居然也接受了 他也这个 他后来就骂自己无耻 他刘文典自己做检讨 在那个大家批判他的时候 让他交代问题的时候 作为一个自我批判的材料说出来了 但是我想这个作为人之常情 一个是一个年轻的时候 和后来过了几十年 两个人中间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仇恨了 那个蒋介石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过六十岁的生日 那个时候刘文典作为大学教授 可能这个经济上相对也比较拮据 因为他是所谓自称的两云居士 这个待会咱们再提 所以他比较拮据 那他需要钱 而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请他写这个授续 显然是要给他一笔比较优厚的酬劳 所以他就反正写一写 吹捧人的文章也不算什么 他就这样答应下来 并且也写了 所以这个被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是一种 两面派的这种做法 对吧 一个聪明人的狂 不是愣头亲事的 而是看场合看时机的 意思就是说 刘文典很投机 第二个事件呢 就是说 西南联大解聘刘文典事件 这个他认为呢 是咎由自取 是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炉之败 而且在这个事件中 也丝毫不见他的狂态 只有无奈 这个事件呢 是从 起因是怎么回事呢 是当时这个西南联大 这个 虽然讲教授的工资不低 但是呢 当时在战乱时期 如果是讲像 刘文典这样的 所谓两云居士 他感到还是不够用 什么两云居士呢 就是一个是云腿 云腿大家都知道 云南的宣威火腿 那是非常有名的 也非常的好吃 还有一个就是云土 云土就是大烟 鸦片 那么这两样都是 刘文典非常喜欢的 如果来讲 这两个都想经常享用的话 那当然会经济上感到结局 这个里边呢 就是说这个 讲到西南联大历史上 它西南联大的存在时间 说实话只有九年时间 就是具体说来 就是1937年11月组建 到1946年5月解散 一共存在了九年时间 而在里边 这九年时间里边 一共就解聘过两个教授 前面一个是谁呢 是这个罗隆基 因为他太热衷于官场 另一起就是刘文典 那么刘文典这被解聘 现在能够搜集到的资料 讲的是 一个是说学术水准 备受质疑 他26岁就被北大 评为文科教授 应该是相当有才华的 而且陈独秀对他也是相当的器重 而且32岁就出版了名作 他的代表作 淮南洪烈集结 然后很快 这个庄子补证又出版了 所以呢 这时候 说是刘文典啊 他有点自大自狂 基本不再写有分量的文章 这个是根据朱志青的日记 无密的日记都可以知道 包括梅义琦 就是清华大学校长 蒋孟林 北大校长 在内的西南联大内部学者群 对他的资格和水准 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由于过去 这刘文典一直受到 他的安徽老乡陈独秀 陈独秀跟他是同乡 这个怀宁同乡 陈独秀对他这个特别的褒奖 然后呢 还有胡适也帮着说话 说好话 所以呢 都勉强应付过去 第二点呢 说他人品在当时为人所不齿 这是《无密日记》里边说到 他们议论刘文典是 专说破烂 藏污纳垢之人 刘文典七人 根据周作人和张忠行的回忆 说上课就喜欢骂人 动不动就发牢骚 这个 所以听他课的学生 有很多就会抱怨 他喜欢抽鸦片 这刚才已经讲过了 这一点是当时教授中唯一的 而且那个时候认为抽鸦片 纳切都是不是现代的文人学者 应当所做的事情 而且他还是不请 有的时候非常散漫 不请假就擅自离校 逃课缺课 这种情况 时有发生 所以呢 说他是恶意旷课 另外他到这个浦尔 那个浦尔市下面有一个地方 叫这个墨黑吧 叫墨黑 然后他到那个地方呢 就衣服着一个大盐商 这个大盐商的名字叫张梦希 张梦希呢 说让他写一篇木志明 许诺给他很多的钱 并且提供鸦片 那么这件事情 彻底激怒了当时 这个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文艺多 那么虽然讲这个刘文典 在这个中文系工作 当教授 但是呢 他对文艺多是看不起的 所以呢 文艺多呢 再加上看他的这个品情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非常生气 终于呢 在1943年5月前后 联大通过决议 不再续聘 为此在1943年7月14号的 《无密日记》里边 吴密对此表示很高兴 认为 信德将恶劣之母教授 典 排挤出校 而专售烂货 藏污纳沟之云大 则反视为奇争 而聘请之 争夺夺怪事也 这个 这个说法有点过了 这个教授之间的 文人相亲的现象 的确有 确实他们关系可能很不好 所以呢 到这个时候刘文典一看 包括那个时候 人家有的人替他说情也不行了 在1943年7月25号 刘文典就非常谦功的 给这个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 梅义齐写了一封信 表示悔过 希望能够回来 但是梅义齐并没有理睬他 所以呢 他就没有办法再留在联大 只好去了云南大学 都在昆明嘛 云南大学拼任他 后来他一直在云南大学任教到 1958年 然后7月15号他死了 所以呢 这个他基本上从 1947年到1958年 差不多在云南大学 待了11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1947年的时候 中央研究院 第一批院士开始评聘 这个时候呢 胡适是推荐刘文典 作为候选人参加 列入候选人名单 但是在评议会据说有五轮投票中 得票均为零票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是不是可靠 我表示怀疑 如果要是讲胡适推荐的 那么至少胡适 他自己应该会投一票 怎么会五轮投票均为零票呢 据说被引为笑谈 这个说法呢 我觉得存疑 这个需要进一步考证 第三个事件 这个作者提到了说 刘文典鄙视沈从文事件 就是那种传说 说他狂 狂到他经常会用 这个用金钱来衡量 一个人的这种地位和价值 赢得狂民五十年 他这讲到就是说 那个汪真奇的一篇文章 记述的 说西南联大 那个时候日本飞机来轰炸 一旦警报响起 尸身逃跑 刘文典看到沈从文 就出言讽刺说 陈寅雀教授跑警报 是为了留存国粹 因为陈寅雀 陈寅雀他那个国学功底很深啊 能够留存下来的话 就留下了国学精粹 他说为了保留国粹 我刘文典跑警报 是为了肚里的庄子 意思就是说 我要死的话 没人来讲庄子了 学士们跑 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你沈从文跑 是为了什么呢 这句话呢 这段话是广为流传 但是有人说这个事情 其实是一个传言 并没有任何线索 表明真有此事 1988年 西南联大一个老学生 就是有一个叫尹洛的 专门发过一篇文章 说沈从文不达留文典 就是里边说 这个是侮辱这个事情啊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说两家并没有什么 那么敌对的关系 但是最近老师听 这个这种传闻 他说这个这种事情 是没有那么回事的 他要加以澄清 这件事到底有还是没有 不能光听一个人 一个人否定也不行 对吧 所以呢 不管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传闻 传的故事性非常强 非常有感染力 但是呢 要讲证据 似乎证据不足 所以呢 这个文章作者就说了 许多鹅传 以鹅传鹅 包括有人说 刘文典没有当过 孙中山的秘书 他充其量 是在这个孙中山 那个时代 曾经跟孙中山 见过一两次面 有过一次交谈 所以呢 后来有人就把它说成是 孙中山的秘书 这都是鹅传 那么这里边 就刘文典自己写的过 孙中山先生回忆片段 是黄山书社2008年版 第141页 这里边提到了 他是清卓中山先生 谈过几次话 但是呢 他并没有提到 自己当过秘书 如果要是他当过秘书的话 他一定会提及 根本就没有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说 这个有些人说 他那些虚名啊 都是人家造起来的 当然了 这个这篇文章 这个作者还算公允 他提到 说他的淮南洪烈 极解这本书 也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说这本书的教刊 考据之精湛 恐 十难有其他书 著作可以替代 他说 这个 就是这个作者 到今天还经常败读 他的政论时评文章 也有一些精彩 比如他用笔名写的一篇 叫日本败后 我们该怎样对他 这篇文章 他也认为是属于 这类文章中的 非常难得的一个精品 所以呢 这个 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同声音来评论 刘文典 也不是坏事 就不能说 光是说他好的一面 也有人说他不好的一面 那么后来呢 在云南大学的时候 有一位跟他同事多年的 这个人呢 应该算是共产党的干部 也算是一个左派学者 叫张德光 他担任过云南大学 中文系主任教授 当过副教务长 还当过党委副书记 那么这么一个人呢 跟刘文典应该说 直接接触比较多 他过去呢 对刘文典学问上是敬佩的 在思想上也是要 经常要引导他进步 甚至在组织 教师对他进行批判的时候 也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 那么这个人的儿子 叫张有金 他曾经呢 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在《炎黄春秋》 专门讲这个刘文典 他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 那段时间 都是要帮助知识分子 进行思想改造 刘文典呢 是非常顽固的 根本不愿意改造 不愿意 经常会有一些 精妙的语言来回击 让那些 做党的工作 政治工作的人 好像难以回答 大家都觉得这个堡垒 把它称为云南大学的 两个顽固堡垒之一 一定要攻破 那么中文系 有一位老教授 叫张若铭 是一位女性 这位老教授当年呢 在法国跟周恩来 跟这个李富春他们 是一起勤工俭学 还担任过这个 当时刘欧支部的执行委员 是中共党员 古干 但是后来呢 他退出了这个革命 他说他要这个 一心一意的去读法国文学 所以但是呢 退出之前呢 跟周恩来他们有一个 有一个协议 就是说绝不透露 党的任何机密 所以呢 他退出之后 他就读完了法国文学博士 后来回国任教 那么在1940年代 47年以后吧 大概这个张教授 已经在那边任教了嘛 就是那个时候 到了1957年 58年的时候 对这个张若铭进行批判 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问题 他一开始呢 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后来逼着他说 他的反动思想 后来他没办法 只好编造出一些 他的一些所谓反动观点 所以呢 这个就等于是给 刘文典做了一个样板 本来是没有的东西 要编出来 自己骂自己 自己作践自己 然后把他无限夸大 但是这个张若铭教授 始终没有得到原谅 被逼无奈 他在1958年的6月18号 投胡自杀 这个事情呢 我想对刘文典应该是 有很大的影响 同系的同事 然后又是同样被批判的对象 他态度那么好 那么想交代问题 最终还是过不了关 最后自杀 所以呢 到底这个刘文典 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 也想自杀呢 据当时所记载的材料 说没有 刘文典一方面呢 一开始不愿意认错 到后来终于到了7月份的时候 他开始认错了 7月份那是已经是什么时候了 他7月15号就死了 所以说呢 他在7月份开始认错 这里边是其实有一些隐情的 我们待会再说 他里边自我检讨的时候 他提到了什么 他说这个自己说的有些话 是不合适的 比如说他坚持信仰自由 是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的 所以他如果信佛教的话 不是什么错误 信仰自由 或者他如果信基督教的话 共产党也没有权利去干预 他说我怀念旧社会的制度 我认为旧社会的制度比较好 其实这个是一种 借自我批判的方式 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很多人 从这种大批判的文章 交代的材料里面 反而能看出一些学者的真知灼见 另外他提到 他自己是反对抗美援朝的 他说这个认为 帮助兄弟国家不能没有底线 如果要是讲刚刚战事战争才结束 本来应该是 急待建设自己的国家 那么现在又打一场新的战争 必然影响这个国家的建设 所以他这个言论也是被 当时批判为反抗 或者讲是这个恶毒攻击 抗美援朝战争 但是他承认 他把这个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还有呢就是说 他在很多方面 他觉得自己学问比较深 你们再批我 你们要真把我杀了 把我那个赶尽杀绝的话 就没有人来交这方面的课程了 这对这个 无论对大学 还是对这个国家 都是一项损失 他还提到了 我不想自杀 我不会自杀 所以你们批不死我 你们就靠这种批 想把我逼迫自杀 我是不会自杀的 我唯有一种死法 或讲自杀的方法 那就是吹烟 慢慢把我自己吹死 所谓吹烟呢 就是抽大烟 抽鸦片 所以呢你看 他是非常具有这个内涵的 幽默的 他这种软磨硬抗 一开始呢 就是让那些党政官员哭笑不得 那他没有办法 但他最后呢 他突然开始检讨自己 也让那些党政官员大吃一惊 觉得 他吃错什么药了 怎么突然改变了 然后呢 没过多久 他就死掉了 其实呢 这里边后来 从他的儿子 刘平章跟友人的 一些谈话里边 可以看到 说当年呢 就是有他的一些同事 并没有把这个话告诉刘平章 是等到他死了以后 那个同事才跟刘平章说 说四月份的时候 看到刘文典从医院里边出来 好像身体非常的虚弱 他的那种表情啊 感觉到面容都很憔悴 然后就上去问他的身体怎么样 然后刘文典说 刚刚检查出来 自己有这个癌症 而且是肺癌的晚期了 可能活不了多少天 然后呢 当时大家都很着急啊 说你赶紧去治病啊 你这个就是 这样的话 治病的话 也可以躲过大批判嘛 你就不用交代你的问题了 所以呢 你就不必去认自己的罪和错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可能是有意的 就是说不去治病 然后呢 他有意的把自己的问题交代 借交代问题的过程中 其实又是惨发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还是很具有特立独行的一面 他想着反正人生 这个生命已经不长了 何必呢 就是说他换另外一种方式 来进行抗争 我认为他一直到死 他都没有真正从内心服过 当然也有人揭发批判他的一些 其他的说他的品行恶劣 比如说有一个教授叫方国瑜 当时在五八年六七月份批判他的时候 揭发出来一个事情 说这个中共建政之前 当时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叫江亮夫 江亮夫呢 当时呢 很敬佩这个刘文典的学问 有一个事情呢 就是说请他做 就是叫做慈恩法师传 这样一个书呢 请他进行教刊 然后呢 进行研究 就进行评点 如果这样的一个工程完成的话 他问刘文典要多少钱 刘文典要五万 五万元 那个时候是大学教授一年的工资水平 那但是呢 这个文学院院长江亮夫教授也答应了 但是也没那么多钱 怎么办呢 说只好呢 就是跟另外一个出版一些文献研究的负责人跟他讲 说把那个准备印书的 有很非常好的那种纸 那个纸张呢 拿出四十令 说把这个纸卖掉 然后换来的钱给刘文典 那么其实卖四十令的纸是卖不了五十万 五万大大洋 卖不了五万块钱 但是呢 先是说给他五万块钱 已经差不多支付了那么多以后 刘文典另外要钱才要了这个这么多 就是 所以说呢 这里边就是感觉到他好像太贪了 尤其是揭发批判的时候 大家特别愤恨的是什么呢 方国瑜揭发说 说等到那个完成了这个工程以后 大家一看 整本书上只是有少少寥寥无几的一些批文 没批 他说这个不叫真正的研究啊 如果你要是研究的话 应该另起炉灶写一本书 然后呢 评点这本书上面的东西 那才值得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才值得领人家教授一年的工资的 甚至更多 你还要加司令纸的钱 结果弄出来就是这么个玩意 在书上做了一些煤批 这怎么叫一项这个重要的工程呢 所以他觉得他是个骗子 要求这么多的钱 然后呢 特别是让他更加气愤的是 后来中国共产党 这个掌政之后 他们互相揭发批判的时候 有一次这个刘温点批判方国瑜的时候 居然说方国瑜曾经贪污过司令纸 这明明这司令纸是他拿去卖钱 卖了钱以后拿来是给刘温点的 就是这种 所以呢 方国瑜这个揭发是相当有利的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刘温点这个人怪癖 而且他的坏是刁蛮的坏 不是一般的坏 所以这个事情呢 是真是假 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去印证了 但是呢 可以看出刘温点在他的一生中啊 的确他的性格 他的一些刁砖古怪的做法 可能也是一般人不太容易接受的 所以呢 这个大概的情况 我们今天呢 对这个狂人 大概就先说到这 他死了以后呢 当时这个他的妻子张秋华坚持 要把他的尸体送回安徽老家土账 但是大家想一想 那个时候谁会专门为他 这个花那么大的花费 运到老家去这个去土账呢 似乎不太现实 就是他死的时候呢 甚至这个云南大学都不愿意为他 开一个像样的追悼会 有意的降低规格 就是一开始没打算开 但是后来全国政协知道这个消息 因为张秋华通知了全国政协 因为刘温点曾经做过政协第一届 第二届委员 还据说毛泽东还见过他 觉得他挺有学问的 跟他聊几句 所以呢 他死了 张秋华告诉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打电报给这个云南大学 和云南省政协 就是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们才重视起来 说要开个追悼会 如果没有这个电报的话 他们连追悼会都不愿意开 那么即使这样的话 他们追悼会 只答应呢 说开个追悼会 在大礼堂里开 但是大礼堂呢 很大 去的人才一百人左右 那明明可以 沉下几千人的大礼堂 只去了一百人左右 而且校长 党委书记都不去 没有一个校领导参加 结果呢 是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白晓松 做了这个 主持了这个追悼会 而且是草草收场 就是这样的 对这样一个 至少是民国时代的 一个著名的学者 就是这样一个冷遇 那么另外一位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张若铭女教授啊 她自杀了以后 她的丈夫当时呢 姓杨啊 杨教授 正在北京开一个 民族学方面的研讨会 被家里打电报通知了以后 叫她立即赶回去 她赶回去以后 对这个官方说的话 说她这个畏罪自杀 私有余辜 讲了这么八个字 然后呢 就转身就是说 要回到北京 继续参加会议 你说这样一个 没有人性的丈夫 就算是她表演 给中共官方看 也太灭绝人情了 没有一点人性 我不知道这个 那个时候的组织 当组织校方 难道对这样的人 真的会欣赏吗 所以可见 那个时候的政治氛围 是多么的严酷 幸亏她死在1958年 这两个人 一个是死在这个 6月18号 一个是死于7月15号 他们如果活到 文化大革命期间 那可能会遭受 更多的折磨和羞辱 好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